今天我们毕宫一天 来到了本月交钱 噢 业绩最多的员工家里 准备拜访一下他的家长 走 到了吗 啊 到了 几楼 啊 这都都是 他们等贴签了 这三楼 啊 我觉得你这个月业绩 可以再提升一点 就这里 嗯 记录好一点 二位不必惊慌 好 方便去下面院子谈谈吧 走吧 你儿子 出息啦 坐 坐 感谢你们的儿子选择了我是 为公司带来巨大收益 拜 感谢父母为公司做出了优秀人才 拜拜 哎 把礼物带上来 孝敬爸妈 这是我让你儿子买的曼迪西发水 可以强韧发自 立善有心 我平时也用这个 不过前两天用完了 啊 应该是你儿子用完了 不过一家人谁用都一样 哈哈哈 你儿子要放心 你儿子交给我 不仅教他学会了技术 还赚到了他的钱 更重要的是 教会他为人处事的方式 儿啊 你好好跟着你老板 他有心了 啊 不客气啊 不送 不送 我们走了啊 小董 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小杜 实义生是吧 来 坐这 嗯 实习多久了 一年了 啊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你看你旁边那个实习小张 三年了 他有主动来给我要工资吗 可是 来 你听我说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叫做吃得苦中 方为人上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大学才毕业 我也特别想去大城市 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但又怕家里人担心 你说我怎么办 我就熬夜打游戏 打到凌晨三点才出门 但还是被我妈撞见了 啊 别灰心 听我一句去说 他问我 这么大半夜出门干嘛 我看你瞒不住了 就实话告诉他 当时我们就牵着我的手 像这样跟我说 你有钱坐车吗 怎么去啊 孩子 你在家白吃白喝了这么久 你要去就走着去 啊 你别啊 真的 150公里的路 我硬生生走了过来 兜里一分钱都没 那你怎么 别打扯 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是 我饿了七七四十九天 一个人都没求过 啊 也没头没墙 直到到了目的底 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就看到一个卖烧饼的摊子 我就问他大妈 能拿一个烧饼吗 然后呢 然后他以为我要买一个烧饼 说五毛 你认为我有吗 但一个人想要成功 脸皮能薄吗 我就说我忘带了 大妈当时就翻了白耳 说没钱吃你 放松放松 我也受不了 我听了脸一下就哄了 立刻拿起一个烧饼 咬了一口 那大妈啪 拿起后面的水 就往往脸上泡 我没给他计较 不精打采的 准备换个政策 让他们收收心 先给他们吃点家乡特产 聚火他们遥远而美好的回忆 再来他们充分体验三层特色 爬爬山 跑跑步 来一场酣畅流的锻炼 小调皮们 来个套餐补充体力 套餐500 最后再来他们体验夜文化 越演越美丽 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回忆 凌晨之前必须做完哦 当然了牢狱结合也很关键 让他们白去而可不行 就把睡觉时间抠出来 加倍干活吧 上班抹云克尔吧 那我辞职 可以啊 你先把这个月欠的工资叫一下 祝你好运吧 做老板嘛 就是要精明点 学会防患于未来 突发时间才能稳住泰山 这个开屏幕推着呢 用手写吧 你好 我来面试 请坐 经常听我儿子提起你 你儿子是 尖射的一位粉丝求助 她做网恋的一个女生三年 夸张 最多几个月 所以她向委托我把这封信 和这些礼物送给她 哎 我其实有点纳闷啊 你知道地址为什么不这里去 羞涩 我居然是被CPU了 哎 很有可能 那就帮帮她 顺便帮她爸爸管 出发 为了不但员工摸鱼 所以把他们都带上 因为路程有点远 所以这次我们就开车去 哎 别跑 这次不收钱 哎 哎 你们看快没有了 嗯 我也不好意思找粉丝要有钱 要不你们抽车 这样我也没收你们抽费嘛 你认真的吗小总 啊 你认真的吗 对啊 小总 哦 财交工资我们真没抢啦 快到了 准备下车 应该是阿里 我怎么有种不祥对港 好阴森的感觉 家伙准备好 好 走 哎呀 谢谢阿里 哎 来来 谁啊 男的 还没开始就被约了 有可能是他爸 啊 我们是送换鸡的 啊 别忘了 请问先生这样在家里 我就是啊 哦 你们是送你不得吧 给我吧 很多粉丝网爆我 说我这么大个老板 为什么帮他们实现一些小小的愿望呢 因为我是零碗鸡啊 不过今天有空 就看看吧 合理的愿望 咱们该帮酒吧 看看 我喜欢一个女神好久了 不过我长得不是很好看 没有自信去表白 校总能治点招吗 啊 这个容易啊 我来告诉你怎么办 其实这个就是 你还没睡醒吧 呸 别做梦了 死心吧 好 看下一位最梦人 校总我没钱吃饭了 能不能喂我五十 好人一生平安 哎 不对 我看你是上周四发的 周七天了 臭了吧 哎 哎 这条事情有点感人啊 你别这么假 行不行 我还没毒呢 你哭这么早餐吗 先别哭啊 校总你是重庆人吗 我好想念重家 两年前因为工作原因 离开了重庆 工作忙也抽不开身 女友受不了异地 也和我分了 以前她还给我寄点特产的 哎 最近刷到校总 又怀念重庆的味道 听完了有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是别建议 哎 你 咱们别哭了 我的天 现在大家说 我最爱的 我好想念 在你 我只是想念 心是注定 可恨夸罢来杀地 不惹风 不惹阴 有情有意的好下地 一会唱 更加厌 杀不过时马来到地 不行不行 受到吃饱了 我也差不多了 啊 相信这位粉丝在屏幕前 已经看到我们在帮你回忆 家乡的味道了 本期我帮你回忆的是 重庆比较有名的陈麻花 还有我们从前喝到辣的花生兰 是不是那个味道 一下子就回忆上来了 哎 确实吃成了 今天家乡的味道 就帮你回忆到这里 期待大家更多愿望私信哦 现在是下午两点 最近工资收得比较多 正好有一个员工过身 就让他许个愿望吧 哈喽 帅哥 给我一百块还是许个愿 啊 那我肯定许愿啊 说啊 嗯 啊 我看见最近很多网红去澳门玩 我也想去见识见识 可以吗 嗯 OK啊 大家一起 啊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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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谁出钱啊 我可没钱啊 我说到时候你拍一下视频就可以了 明天出发 好 好了 我们已经到外面了 看 他们在拍照了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要了 我们拍完啦 拍完啦 嗯 角度摆好一点啊 考虑的我粉丝基本上也是图包子 所以我就当个导游简单介绍一下吧 啊 什么 谢谢 还要给我红包 啊 不客气 不客气 我们现在呢在金沙度假去 一般拍照有味都在这边 你看这些一座座不同风格的建筑 有点串壽的感觉 但还是非常宏大的 而他们里面的分布可以说都是一样的 总的来讲一楼是赌场 往上走就是酒店和商场 不同的地儿 不同的风格 比如我身后这个就叫巴黎人 建筑风格也是法国那边的感觉 巴黎人对面呢就是这伦敦人 哇 真气 好了好了 他们又没交钱 看这么仔细干嘛 哦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人去最旺的威尼斯人 这外观没有前两个红 但里面的经验程度 绝对散报里的合经验 走 已经进入商场了 看 映入眼帘的就是赌场 哦 对了 虽然赌博在澳门合法 但这些赌场都是有赌牌的 你可以理解成营业执照 没有赌牌的赌场 一样是不合法的 好了 因为里面不允许拍照 我们就直接去楼上的商场 看是不是很惊艳 小条兵们都走不动到了 真的是好看 他挖条运河也就算了 他上面还弄个天幕 他营造那种傍晚十分威尼斯的感觉 逛起来就特别的惬意 OK 可以回家了 点儿